山川短板上衣和百折群 扎起馬尾隨著音樂熱舞 這名球團啦啦隊員 應援模樣青春洋溢 但他最近跳出來指控 竟然在搭車時被人偷拍 宣傳黑衣黑帽 他就是招姓騷的啦啦隊員 搜證好幾天後 19號在朋友的陪同下 進到派出所向對方提告 這名啦啦隊員 最近收到粉絲傳的影片 內容指出他在兩年前的7月 在捷運台北小巨蛋搭乘首扶梯時 嫌犯當時假裝向他問路 實際上卻在偷拍 粉絲傳來的訊息附上影片連結 詢問他這個人是不是你 疑似被人偷拍了 他這台驚覺自己的不雅影片 早就被人轉傳到網路上 似乎還收費讓會員觀看 那天有可能是我工作完 結束之後 然後要搭捷運離開工作現場 所以他就是自己在捷運台裡面等 所以你覺得他可能是預謀的就對了 對 我覺得可能是 對方疑似掌握他的行蹤 從他下去後一路攀談 跟到捷運站外 而被害人指控 在影片被上傳的網路上 還有其他受害者 警方獲報後 將調閱網路IP位置 是循現追查刑犯 而被害人也指出 希望大家看到的影片 別再轉傳散步 否則對他來說 都是二度傷害 TV的新聞 黃金國家 阿曼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